現在這次回來讀DBA 他們幾位教授都給了很多意見 我自己的事業上十多年來 也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是走前了很多的 所以我覺得都是時候要再進修一下 吸收一下究竟現在市場上 或者學術上 在商業上有些什麼新的知識 澳大就搞了很多不同的 基本的商業知識 特別是在管理的層面也幫助我很多 管理我的員工的時候 我怎樣可以將他們的 potential 去realize 出來 從一些目標的setting 怎樣引導他們 可以做得更好 怎樣繼續保持他們 他們繼續勇氣 澳大在這一方面幫助了我很多 然後我們經常都說是畢業事務 我們是會接觸很多不同的行業 就是知識這件事是永無止境 我覺得 我最初畢業的時候 我都沒想過 我會再回去讀MBA 現在再讀DBA 但是你可能會發覺 當你在事業上的不同階段 你就會有不同的變化產生 所以 always keep your options open 我覺得是 如果有一天 我是要回國內發展的 我覺得我DBA所得到的contact 是一定有很大的幫助的 因為畢竟他們在 國內不同的省市 都有自己的事業 我相信一定有一個合作的機會 我相信一定有一個合作的機會 當然 還要去發展